在新北市鷹哥區農會現場 民眾聚在一起討論鷹哥火車站前的獨更計畫 以往政府在政策執行上較少傾聽民意 新北市議員洪家軍就表示 過往嚴肅單向的公聽會產出的東西往往不符合民意 反而是浪費了資源 對此新北市城鄉發展局副局長黃國鋒 更用台語說 做什麼事情都要合作人的意 那我們也組成這個工作坊 很特別的是透過我們一些都市計畫 有一些專家學者的一些講師 那也希望在我們做都市的規劃 能夠聽取我們最基層民眾的聲音 我們台語有一句話說 做什麼事情都要合作人的意比較重要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是落實這個精神 以往我們看到地方說明會 你會看到民眾會提出很多的一個期待 但是那個期待呢 都會直接對向的是公部門 那意見跟意見之間呢 有時候還甚至會有所抵觸 那會變成怎麼樣 公部門要去協調所有的一個工作 那今天不一樣 我們看到現在現場已經分小組了 待會呢彼此之間 民眾之間就要進行所謂的一個對話 我覺得公共事務回到最基層 或許就透過這個方式 讓民眾來更關心自己的地方 而且呢讓彼此之間 會有不一樣的一個對話 前立委黃志雄表示 捷運三陰縣即將在112年年底完工 距離英哥火車站僅有200公尺 便捷的交通設施除了方便民眾 更大的效益是吸引觀光客前來 因此周圍的商圈或是 人行道設施都要做到完善 觀光客才有動力進來 那現在捷運站也已經快完成 那在捷運站跟車站 這整個整個這個生活圈的一個概念 我們怎麼樣能夠讓整個動線更好 因為畢竟英哥是陶池住民 他未來其實可以吸引更多國際客 來到英哥 那我想整個不管整體的路線也好 或者人行道的鋪設也好 他必須要完全的連接 工作方現場討論十分熱絡 互相分享彼此對英哥的記憶 還有未來的空間想像 就有民眾表示 因為自己本身是英哥居民 對地方上有一定的了解 希望透過經驗分享 讓政府對都更的方向更清楚 符合民眾真正的需求 今天主要來這邊參加的工作坊 是因為是當地人 所以想說可以針對當地的建設 提供一些看法或建議 然後希望對以後的生活 大家都有幫助 英哥驅使台灣知名的陶池重鎮 有不少民眾就表示 希望將船產結合文創來推動 同時也要增設便民場域 像是商場還有停車場 呼籲政府一定要把討論結果完善整合 並盡快的來推動 記者 劉安靜 張韻科 新北採訪報導